欢迎两位啊 你们是同学是吧 一个班的 谈恋爱谈了多久 一年多了吧 就是谁要来的 是我要来的 干嘛 就是说他这人嘛 在一起一年多了 谈恋爱没有主见 什么事 问哥们 问社友 然后还特别扣 扣不让说 特别双标 对我和对他就两个标准 行行行 不可能啊 谈恋爱问哥们 你们谈起来还问哥们吗 就是嘛 一开始嘛 我俩是一个班的 但一开始不认识 后来我俩就学校有个小活动 就在一块 然后就加了微信 就一直加上就聊嘛 聊聊觉得 就是挺有趣的 就一起出去玩什么的 一来二去就这么 就在一块了嘛 在一起一段时间 我就感觉他这个人 就跟微信上 聊的就不是一个人一样 怎么个意思 就那些聊的什么话题 什么电影 什么电视剧的 就是对不上号的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不会吧 真的就是这样的 谁聊的 我摄友帮我聊的 我的天啊 我都不知道 我到底是跟他谈恋爱 还是跟他摄友谈恋爱 我是跟他的躯壳 跟他摄友的灵魂谈恋爱吗 我的隐私我感觉都被别人知道了呀 那我后来都给你说清楚 我给你澄清了嘛 是 你是道歉了 但是你后来又改吗 平时在家吵架什么的 你又让你的哥们出招 我先把这件事问清楚啊 聊了多久啊 不长 不到一个月 那就说你哥们追他追成功了 我在旁边 我让我哥们帮忙嘛 我不会追他嘛 帮忙 自己就撒手不管了嘛 就直接把手给人家了都 我也没有三手不管啊 我就是说我不会 我第一次我初恋嘛 我没有什么经验 我让我哥们比较有经验 我就说我不会说话 你帮我说说话 不 咱们把这情景说定啊 是说你把手机给我了 说让我跟他就直接聊了 还是说你不知道问问我 我跟你知两句 对呀 我有时候就问他嘛 是哪种 都有嘛 就是有时候 都有啊 他说谎根本就不是 后来听他哥们喧 明明就是他哥们自己聊的 他说他有猜 听明白了 听明白了 不是为了追到你 我才这么做的嘛 行了 这事过了 反正你也原谅了 后来呢 后来 就是我俩反正是吵架 他就求助他那哥们 我都说了 特别介意这个事 我俩吵架 他就又找他那哥们 让他哥们帮写情书 装病骗我下楼 就特别幼稚搞的 一闹矛盾你就分手 分手之后就拉黑我的微信 联系方式全部都删除了 我只能找我时候有帮忙嘛 想一个小招 给他骗一下来嘛 不是为了挽回他吗 那这不是让人担心吗 装病 你装病过多少回 说不清啊 就经常下达病危通知是吧 差不多是这意思 那不是因为他经常分手吗 为什么常分手啊 他这个人吧 他不会说话你知道吗 就说话特别人生气 平常比如说我微信上给发个 我想你了 你晚上会哦 要不就是你多想想你学习吧 你四级又挂了 我黑个哦代表我不关心你是吗 我们大学生不应该关心学习关心什么呀 那你干嘛谈恋爱呀 谈恋爱跟学习有什么 可以兼容吗 这有什么呢 是可以兼容 人家说我想你了 你兼容一下应该怎么说呀 我关心他学习 这也是关心嘛 让你兼容 是他关心我学习 关心我学习的 到我问他题的时候呢 我不会嘛 他是那个专业对口上来的嘛 然后专业课 我就差一点 问他学习 让他教我学习 那个居高零下的样子呀 就好像我欠他似的 求着他似的 讲一遍就骂我笨什么的 学习你也没好好教我呀 那本来就是一目了然就会 动动鼠标就完事了嘛 但是我是你女朋友 你不应该对我耐心一点 多教我几遍怎么了 你耐心吗 你耐心会跟我 一遇到什么事就分手是吧 为什么分手 还不是因为你情商低 态度也不好是吧 对 刚才说的他抠是吧 怎么抠啊 他这个人吧 平时自己就爱网上 团那些十几二十块钱的东西 身上脸上就用上了 给我也买那些 上回给我领完优惠券 三块钱买了一个半袖 我不想穿嘛 不穿又生气 然后穿了一下午 晚上回去身上特别痒 事友一看 提了一身红枕子 那肯定是半袖事啊 你别看那三块钱啊 那原价四五十了你知道吗 商家都是傻子嘛 就你让你占便宜了 便宜没好货这个道理你听不懂了 哦 是便宜没好货 那贵的东西呢 那画你不是当场撕了吗 你还好意思提那画 什么画 他看人家主播直播了 就是给个照片 然后把你的画像手挥下来 哦 他给我买了 回来 然后那个像块 那木头蟹都直往下掉的那种 我就想 那很便宜啊 因为他经常买这种便宜货嘛 画的价值是在于他的画 不在于他的框好不好 再说了 你怎么说的 上来就说 啊 几块钱在网上买的嘛 怎么着 我只能买几块钱的东西给你是吗 你还好意思说 你当时怎么说的 我为什么把话撕了呀 你当时怎么说的 要不是因为便宜 我能买给你吗 在你心里 我是那种很便宜的人吗 我只配用说你东西啊 你不是吗 出去玩你知道吗 出去玩拿那个粉底液 拿那个粉底液 那个粉底液给人晃 知道吗 明明没有了 还要给人晃 还要给人晃 还要给人磨的呀 就看不到 还要给人磨 你要跟别人看说 我男朋友给我买不起粉底液 买不起粉底液 你要告诉别人 你男朋友抠 还是告诉你男朋友没钱是吧 是 平常这些小事就显出你了 那回他非要闹着要去旅游 我说我那个月吧 零花钱不太多了 我那不去吧 不去说 我都说好了 我都跟我社友炫耀了 你再不去 你不丢我人吗 我说那行 慢去吧 这钱我也不说不还他 你先垫着嘛 嘿 回来立马跟我说 这钱咱俩得 哎 你必须得还我 那旅游这么大的钱 我自己能承担得起吗 如果我能承担得起 你觉得我会给你A吗 我也没说不还你呀 你现在突然要跟我要 然后我跟我社友戒 搞得我特别狼狈 这时候你不觉得丢人 不觉得我丢你人了吗 我真的是没有办法承担才给你要的 你觉得我是不爱你 我才会给你要的吗 他就是这样 这么大好不好 每次我俩就因为这个钱吧 就必吵架 后来嘛 我也想招了 我俩就弄了一个卡 就是每个月 我俩各自放点钱进去 一起什么吃饭 什么出去玩 都花这边钱 一开始吧 还挺顺利的 后来吧 花着花着不是那么事了 我看钱花花往下掉 哪去了 一问他 嘿 他自己花了 那凭啥呀 一两块钱也叫钱吗 我拿那个 去刷个公交卡 去买瓶水 这叫钱吗 怎么都要给你汇报呢 那是我们一起的钱 平时不告诉我 是你自己就花了呢 我觉得那个 特别小的事 不用给你一一汇报吧 小强就不叫钱了嘛 大强你分得特别轻 小强积攒起来 那不也是大强吗